超多的 你們看這裡 喔 它有色質欸 加100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KAYAN 今天呢 是久違的開箱影片 那 要開箱的東西呢 這個我在過年的時候 在小禁買的福袋 那這個福袋是古川子宮他們家出的 基本上我是因為這個福袋 才第一次認識到這一間店 所以我之前是從來沒有聽過這一間店的 然後我有上網找了一下他們的資料 我覺得算蠻少的 主要就是在講他們家的紙是美濃合紙 因為我本身對紙沒有很大的研究 就是我自己覺得滑 然後寫起來好寫的話 我就會喜歡了 這個福袋啊 它一開始是只有店裡面販售 然後後來是有在網路上面販售 那我買的這一包是店裡面的 好像是最後一包的樣子 不然你們看這個福袋 它是透明的 就表示可以選 雖然說福袋這種東西 它內容物應該是大同小異啦 但是我覺得你還是會有一些差異的情況下 你可以去挑裡面一定會有你比較喜歡的 因為坦白講像這個福袋一整包啊 我可以很確定的是 我不會整包都喜歡 像我現在看到這邊這個貼紙 我就覺得它不太是我的風格 所以這個我就比較還好一點 那我會買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呢 有紙膠袋 然後還有這個封面的點點 它非常的吸引我 再來就是這邊 還有這個文具 文具系列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那另外就是想說 這個福袋之後也可能會有再出的可能 提供給如果之後有想要入手的讀者的話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這個福袋 這麼大一包裡面究竟都裝些什麼東西 福袋的價錢是500塊新台幣 我覺得是蠻划算的 因為我上網查了一下他們家的價錢 像是那種便條紙啊 一本差不多就是100塊以上 所以這邊這麼多本早就超過了它的價值 我就把它打開囉 我覺得這個紙很可愛耶 什麼寶袋 我其實看不太懂 應該就是指它是紙製品的福袋的意思吧 那上面的話呢 好像沒有寫日幣的價錢 還是這個1400日幣的價錢 我不太知道 反正我就是在台灣買的 先放旁邊 那我就一個一個來跟你們分享 第一個就是這個 剛剛跟你們說的貼紙 這個貼紙應該是拿來貼那種 信封 封口用的 就是你們寫完信之後 這邊有一個可以貼封口的 然後這個是五丙各四枚 有20張 把它打開看一下 喔 它很精緻耶 它就是前面這邊啊 有鋪一層這個 這個紙 不知道是什麼 我不知道它 紙的名稱是什麼 但是這一層 然後呢 把一張放在這個上面 就是讓它有一種突顯出來的感覺 打開裡面就是其他的貼紙 它這個貼紙是做燙巾的很漂亮 那如果你們貼在信封上的話 一定會眼睛為之一亮的那種感覺 那五個圖案就在這邊背面 那今天的話呢就是我拍一樣 就把一樣移到旁邊去這樣 不然我怕這邊等一下會大爆炸 因為我每次東西都亂丟 再來是這個好了 這個我覺得超級可愛的 我就是被它煞到 它是一個應該是信封袋 然後有三個 所以應該就是背後的這三個圖案 裡面就是這三個 是不是很可愛 另外我對這種點點的東西沒有抵抗力 零 那這個的話 如果我之後沒有裝信封 我應該會拿來放小素材 或者是當素材質用吧 不然就是可能 我應該會把它裁成一半 這樣就可以做小口袋用 蠻可愛的 喜歡 然後這個有附 喔它有附這個杏紙 杏紙是這樣子 白色的 蠻普通的 然後就是三張對折的 大小就是配合這個信封袋的部分 再來這個 欸這個也好可愛喔 這個是一個貓咪抓的魚 這應該是那個Memo紙 它有二十張 就是這樣子 打開以後上面有黏 黏性的話 我覺得普普 就是應該黏了之後 邊邊會翹起來的那種 再來這個好像也是小信封袋 這個我比較還好一點 它有五個 然後五個都是一樣的 但它應該是因為 紙張才切的不一樣的關係 所以五張看起來是 有一點 不一樣 但它其實就是同一個花紋的紙 這個紙啊是摸起來 有點粗粗的那種 但是質感是很好的 然後還蠻厚一張的 到這邊我覺得 如果單買的話 應該已經差不多要五百塊錢了吧 好 超多的你們看這裡 喔它有色質欸 加一百分 再來這個 這是要順序好了 這個是三十枚便簽跟五個 五個信封 這便簽是櫻花的 但我對櫻花也還好 然後摸起來的紙很舒服 這個紙有一種 裡面綿綿的感覺 好差勁的形容喔 這個便條紙 它是這樣子 有做一個封面的 裡面是都一樣的 這個也是好舒服的感覺喔 那它的背面就是比較粗一點 正面是滑的 收起來 另外這個 這個好可愛喔 這個我喜歡 還有這個 這兩個看起來是一樣的欸 它們應該都是一樣的紙 這個是文具的to do list 這個太Q 它這一張是分開來的 然後 這個紙跟剛剛那個櫻花的 就是我上一個拿的是一樣的紙 這個我試寫一下 試寫的部分啊 第一支我用的是 無印良品的按壓筆 它的筆線是0.5 那顏色是藍色 一般的藍色 第二支是寫的話呢 是ZEBRA的SALASA 一樣是0.5的筆 顏色一樣是藍色的 下一個是這個 之前在路邊買的筆 它是油性的 上面是寫說是0.7的筆 來寫一下 最後一個是寫的是SKB的鋼筆 我用的這一支是 你好工作室出的 顏色的話是 藍色的墨水 那它的筆尖是 EF尖 這邊可以比較清楚的看到剛剛用的四支筆 那寫起來的話我覺得都蠻難寫的 就是都有一個粗粗的感覺 應該跟它這個紙本身有一點關係 雖然說這一面已經是比較滑的面了 可是寫起來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有點KK的 所以如果用更細一點的筆心去寫 應該會更不好寫 那最好寫的我覺得是SALASA的這個0.5 可是照理來說 它們兩個的筆心應該是一樣 或者是相差不多的才對 然後無印良品的這個啊 我覺得會稍微有點 比較卡木一點 就是寫的時候會覺得木有點 斷斷的 沒有這麼順 那SALASA是比較順的 油性筆的部分呢 就是要稍微出一點力才會比較好寫 然後最後一個是鋼筆 鋼筆的話雖然它不夠暈開的程度 可是可以看到它其實是 有一些些毛邊在旁邊的 然後我尖字寫得有點醜 所以大家不要介意 那這邊就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同筆呈現的不同效果 好再來是相撲 相撲也好可愛喔 我的天啊 這相撲我應該是會把它剪下來用 那其他的部分可能就要想一下 剛剛都沒有仔細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紙面 這個紙面啊 它近看會有一種 就是那個纖維感 很酷 然後呢印刷的部分 很有那種手繪的感覺 很童趣 我自己很喜歡 再來 下一樣又是跟剛剛那個文具的 應該是同一個系列 這個是 信封組 但是它的信封袋 稍微小一些 應該是要對折才可以放進去 把它拿出來 它是這樣 然後它這個有十張 拿出來以後就是一些文具啊 什麼 兩腳器 然後三腳板 橡皮擦那些等等的 但是我 比較喜歡剛剛那個小張的to do list 因為我不是一個會 拿這種紙寫信的人 我現在會寫的東西除了手帳之外 應該就是明信片而已 所以這個其實我個人是用不太到的 那我買 其實那時候買就是想說 看有沒有機會去把它們當成 手帳上面的素材來做使用 這個是一筆尖 一筆尖就是拿來寫一些 畫不多的時候用的便條紙 但我覺得它的尺寸其實 已經比便條紙還要來大了 這是一個我看不太懂耶 就是兩個人在跳舞嗎 它這邊有寫品名是感謝的 什麼後面看不懂了 這邊它有寫這個萬年筆OK 就表示它可以寫鋼筆 我上網看的資料啊 是說它們家的紙寫鋼筆都很沒有問題 那紙的話只要是這種 拿來書寫用的基本上都是同一種紙 那它正面就是長亮亮的 背面就是做比較霧一些 好這個我pass 再來這個應該是感謝卡之類的東西吧 上面有一朵花 也是拿來做便簽用的 然後呢它這邊寫有三種類 這邊有三個種類的書寫 看一下它裡面長什麼樣子 喔這個是厚的 然後呢它好貼心喔 這裡應該是給你一個試寫的 就是它的紙質跟這邊這個明信片size的 摸起來是一樣的 喔它就是明信片啦 我在搞笑 跟這個明信片的是一樣的紙質 然後應該是怕你第一次寫吧 像我常常啊就是第一次寫東西的時候 都會特別緊張 然後那個字就會寫的特別醜 或者是那個筆畫就會有點歪寫 所以我覺得這很貼心欸 這樣你就不會怕浪費一張了 然後這個有點緊 我都拔了 上面的圖案都是一樣 是這個花 然後它底下還寫了一個花束 背面的話就是空白的 然後有寫有地區號的地方 蠻簡單的一個明信片 比較特別的是 不知道為什麼這邊還貼了一個美濃盒子的貼紙 剛剛其他的東西都沒有欸 但我對這個品牌真的是 極度的不瞭解 所以請大家見諒 主要是希望讓大家看看裡面有什麼樣的東西 那之後如果你們想買的話 可以比較有個頭緒這樣子 但是我剛剛開到大概第三樣吧 我覺得它真的就是太超紙了 如果有看到 然後你們是喜歡絲紙來拼貼 或者是平常有在寫東西的話 可以買一包來玩玩看 再來是這個小小的 有點像明片紙 然後它這邊也有一個萬年筆 OK 好可愛喔 這有十張 它的材質啊又跟剛剛其他的紙都不一樣 它這個就是有點像厚紙版的感覺 你們看它是有厚度的 這個應該可以寫一些小卡 放在禮物裡面 再來我剛剛好開心看到的色紙 這色紙也是我的菜 我對這種就是不規則的幾何圖案 毫無抵抗力 喜歡 然後它配色又配的還蠻好看的 整包都一樣 而且這個很特別 喔不一樣 這很特別欸 它就是這樣一個空白的袋子 然後什麼都沒有 它有兩種圖案 底下這個 底下這個好像那個 稀油面紙的顏色喔 有人有用過無印良品的稀油面紙嗎 根本就是 同一個顏色啊 我比較有興趣的就是 這一個部分 它這個有六張 另外這個的話也是六張 這個的材質跟剛剛前面那些 一筆尖啊 便條紙的材質是一樣的 就是正面這樣 滷滷的 背面醋醋這樣 再來是這個 也是信封跟信紙 可是它 這個啊 它跟剛剛這個小卡片 是同一個標籤欸 不知道是 是因為是這個 手繪系列的嗎 還是怎麼樣 我有點不太懂 我發現它很可愛 就是它上面的插圖 都只用了 兩個顏色 就有點像 刺青鉗筆的那種概念 很可愛 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它叫做什麼刺繡可愛 看不懂 這個它是信封有五個 然後信紙的話應該是十張 嗯 信紙也是跟剛剛的材質都是一樣的 就是正面滑滑的那種 信封的話 啊要拗到了 很可惜 信封的材質也是一樣欸 非常的加分 因為通常大家會覺得說 信封上面可能你這邊只有這邊要寫字 所以就不會這麼在意信封的材質了 而且呢 它有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就是你們看喔 這邊它有硬圖案嘛 然後這裡折下來之後 它還是有硬圖案欸 比較可惜的是沒有對齊啦 不過我覺得蠻貼心的 有想到這一點 嗯 其他的看起來也是 都有一點點落差 好 我們剩下最後的三樣 我有點開太快的感覺 再來是這個 這個我覺得還好欸 這個很像那種 一般書店會賣的就是 小時候想要有一些花紋的紙的時候 會買的東西 這個圖案我 我個人 還好 它也是一樣是 他們家的那個 花花紙 然後這個跟色紙一樣 就是什麼包裝說明都沒有 不知道為什麼 也是寫信用的吧 可以搭配 比如說像我前面有一些 沒有信紙的信封袋 還可以做使用 雖然風格有一點不一樣啦 像是我覺得這個應該就很ok 這個是在無印良品買的信封袋 你看像這種的話 你就把它對著 那牛皮紙的話 又很不挑風格 不管你裡面是典雅的啊 或是復古的 或者是就是一般的信紙 我覺得 牛皮紙去搭配都非常的適合 好我們來到了 倒數第二樣 這個也有印那個 有些美濃盒紙的圖案在上面 然後這裡就大大的寫 然後這裡就大大的寫 美濃盒紙水浴簽 它沒有上面的那個 字年袋 它就是這樣一包裝進來 然後它有15張 這好可愛喔 好打開之後 有一張這個白色的 這個我可以 這個拿來當背景值 加100分先 然後呢 這也可以拿來包一些小東西 比如說你有一些小禮物要送給朋友 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包 很可愛耶 而且它 讓我覺得很喜歡的部分 是它沒有直接把線印在上面 因為 像我這種不寫信的人啊 然後買信紙 只是為了 做平貼或裝飾用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你線印在上面 就是 這張紙對我來說 只能當信紙用啊 不能當素材用 所以它就給了一張這個 看你要直的還是橫的都可以 然後把它墊在底下 有沒有 它透光度非常的好 然後size呢也是剛剛好 百分之百密合的那種程度 那你就可以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去寫你的信 那如果要寫直的也沒有問題 就這樣把它翻過來就好了 是不是很棒 那像我這種不寫信的人呢 撕下來 然後撕一下貼在手帳上 多棒啊 喜歡 或者是像這個啊 也可以拿來做那種 手帳封面的品貼 只是本子可能要B5 或者是A6的size 才有辦法把它包得住 像我A5的本子就會略顯的大一些些 可能要兩張把它拼一起 上面再貼個貼紙啊 蓋個印章啊 讚 最後一個 也就是最小的這一個 這個是紙膠袋 然後紙膠袋是他們家做的耶 但是不家是不是有找其他廠商代工做的 我來把它打開看看 它的長度是只有5公尺而已 然後寬度的部分就是最一般的15mm 蠻可愛的耶 是一個咖啡的紙膠袋 看一下它打開之後的樣子 應該是一個下午茶的概念 今天的開箱影片呢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那如果你們對這一個 古川紙公有什麼想要知道的問題 或者是對他們家的紙啊 什麼的有其他問題都很歡迎問我 我如果知道 然後回答得出來的話 我一定會盡力的協助大家 如果說你們之後有想要買 他們家的比如說一般商品啊 或者是福袋的話 希望這支影片呢有幫助到你們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